今天的影片主要來教大家製作這種看了就很舒服的動畫 那今天主要會教給大家的內容 EV的渲染 簡單Parent的綁定 類似TuneShader的材質怎麼製作 而且配上EV的渲染 輸出就會特別快 沒錯 為什麼會隔這麼久 都一直沒有更新這個影片呢 因為我一直都在製作這個畢業製作 那我們也很榮幸的入圍了經典設計獎 還有放四大賞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關注一下我們的IG 最好是可以買我們的卡片 一張20塊 那我們首先呢 開啟一個新的檔案 三光所有東西 我們先開一個UVSphere 我們把它調成這個128跟64 再新增一個甜甜圈 我們把這裡改成256跟48 好 那一樣點一下旁邊 點中間這顆 我們來到Modify這裡 我們選這個Booling點這個D管 點外面這個甜甜圈 這裡面就凹進去了 好 那我們這裡就給它Ctrl A 把這個R Y 90做一樣的事情 我們給它BoolingD管 選中它 然後Ctrl A 這個甜甜圈我們就可以把它刪掉 刪掉之後呢 我們點中這顆 這個被我們Booling過的這個東西 然後右鍵 Shade Smooth 好 你會看到這裡有點破破的 但是不要緊張 我們來這裡 Object Data Properties 這裡 我們點中這個Normals 打勾這個Auto Smooth 好 你會看到它這個 整個自己就會幫你用的比較柔順有光澤 那我們再稍微把這個降低一點 就是你看中間這裡 中間這裡消失了就OK了 再來咧 我們來新建一個Curve Circle這個 好 然後我們再新建一顆圓形 縮小 G Y 拿出來 點這個 然後呢 選這個Follow Pass 然後一樣D管 我們去選這個圈圈 那你點了之後它有可能位置會跑掉 那就不用管它 那我們就直接G Y把它挪回它原本應該在的位置上就好 這時候我們按右邊的數字鍵這個3 調整好適當的位置之後 這裡我們打勾這個Fixed Position 中這個圈 那一開始的位置我們先打一個關鍵針 動畫我們做240 好了 到最後 然後我們把它拉到底 這時候我們放Play一下 那為了讓它變成一個循環的動畫 所以我們就給它來關鍵針這裡 記得要選中我們的關鍵針 然後右鍵這裡 我們把它選成這個Linear 這樣子的話我們在整個過程 它就會從頭到尾一直撥一直撥 記得來這邊把它改成30幀 那我再降低一點好了 150 兩個選起來 然後我們Shift D 我們再選中這個線 RY95 選中線就好喔 不用選到球 好 這樣我們就有兩個方向的球了 但是它們在中間的時候會打在一起 所以我們選中其中一個 然後我們R XX 稍微讓它快一點點 這樣子的話 它們就不會打在一起 這樣它們就會完美的避開彼此 完成了這兩顆球的這個動畫之後呢 我們就選中這條線跟這條線 點中這個 然後我們Ctrl P Keep Transform 這樣子的話我們在移動球的時候 這兩個東西就會跟著我們一起移動 那我們點中這個 Object Properties 然後我們把Y軸改成45度 我一樣再開頭 拿一個Rotation的關鍵針 給它打360 按一個I 然後這裡一樣記得把它改成Linear 這邊如果它又碰在一起了 我們就選中這個 R Z Z 按兩次Z 然後再讓它稍微過來一點 我們處理完這個之後 我們再回頭 我們選中這個球 再選中這個線 Shift D 按完 按右鍵 選中線 一樣R Z 讓它過來一點 這樣子 然後下面這個也是做一樣的行為 選中 然後Shift D 選中線 然後R Z 這樣子呢我們就有很多顆球一起旋轉 到這裡呢你已經學會了怎麼做這種 看著就很舒服的動畫 其實它的原理是很簡單的 好 那接著呢我們就來做下一個步驟 好因為我們是EV 我們把這裡全部都給它勾起來 勾起來齁 這個也勾起來 我們先選中這個 然後拉出來 ShaderEdit 那在開始上材質之前 我們先加一個燈 我們加一個燈 有沒有50吧 好 大概這樣 好然後選中我們的這個球 那我們這裡給它新建一個New 好我們把原本的刪掉 我們加一個Emission 好我們把原本的這個材質的這個 Shader刪掉 然後我們改成Emission 然後呢我們ShiftA 加一個ColorRamp 顏色 我們把它連上來 然後呢我們加一個 ShaderToRGB 連上來 然後我們加一個Diffuse 給它一點顏色 最後呢再加一個Veroni 加了這個 變得有細細一顆一顆的感覺 好 那現在看還沒什麼 那我們把這個Veroni的這個Scale 拉到1000 白色往左拉 黑色又拉 然後這時候你就已經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這種 類似這個TuneShader的感覺 那這裡我再放大個全螢幕 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們再選中球 好然後我們再點這個 我們給它CtrlL Link Materials 這樣子的話 它一次就可以上完所有的材質了 那上完材質之後呢 我們就來做一下簡單的地板 好我們ShiftA Plan 放大 選中這條線 Extrude Z 往上 切回來 ObjectMode CtrlA RotationScale 進去EditMode 選中這邊 CtrlB 轉轉轉 這其實就是一個簡易的攝影棚 用這個CtrlL 好 那這樣呢我們基本上就有一個 大概的樣子啦 那再來呢我們新建一個攝影機 好我們按E 然後Ctrl Alt 0 進來這邊 我們把它這個調調到0 這樣子會比較正一點 調到0 好這樣子 好然後這裡的時候呢 光線其實你就可以 隨你喜歡的去做調整 那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是從它的最上面這裡 頂上加一個光 樓原本其實是做在差不多45度角這裡 然後讓它這樣 其實這樣也可以 但只是說我想要讓它平均一點 對 所以我還是決定把它放在它的正上方這裡 好 那就可以隨你喜歡的去做 那大致上到這裡就已經差不多了 那再來呢我們可以稍微做一下那個 速影的這個快速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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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制 好 首先你要先去這個 Preference 這裡 然後呢我們選這個 我們直接從搜尋這邊打Tree 然後會有一個 Sply Sampling Tree Gen 這個 然後這個要打勾 打勾喔 嗯 好然後呢我們出來 我們選這個Curve 然後就會發現這裡有一個 Sampling Tree Gen 這個 然後我們就保留它預設的這個 到Geometry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保留它預設的值 我們都不要去做調整 然後呢我們就直接點到這個Leaves 然後我們Show Leaves 給它打勾 然後我們再到這個Armature 骨架 骨架這裡我們給它Use Armature 打勾 然後呢再到這個Animation這裡 Armature Animation也給它打勾 Animation Speed 我們給它調0.5 我在播放這個動畫的時候 它到最後 數最後的結尾的時候會卡一下 會卡一下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就看到這個LoopFrance 它會給你一個預設的這個數字 我們就給它打成 我們是150嘛 我們就用150 好 那我們 打150之後 我們再Play 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 自動幫你把這個 這個幀數抓在150 然後會讓你有一個循環 這樣子 非常的方便 好 那這樣子就做完這個數的這個動畫了 那我們選中數跟骨架 拉到旁邊 放大一點 因為我們只是要它的影子齁 好 那你如果要做像那個有術影那樣的話 我們就要先把我們這個光換掉 換成這個太陽的 到我們的攝影機裡面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樣很簡單 你就可以做完一個有術影的那種效果 你就可以任意的把它放在你想要它出現的位置 最後呢 我們再加一點這個裝飾品 給它點綴一下 好 選中 然後Ctrl L Link Materials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做完了這個簡單的舒服動畫 那我們要怎麼去改變這個 這個白色跟這個黑色的顏色呢 很簡單 我們就一樣進來我們這裡面 隨便選中一個 好 然後它有白色跟黑色嘛 我們就把白色可能改成 例如 藍色 好 橘色的 假設說我想要地上的這個石頭不一樣 然後球不一樣 好 那我的球不一樣 我就來這裡 然後我按這個複製 淡淡的綠色 選中型要求 然後Ctrl L 好 這樣 你就做完這個很簡單的 顏色的配置 你就會了 好 那最後我們再來做輸出 我們先把這個Shadow 打開 我們把它改成2K 然後 High Beat Steps 這個給它打勾 這會讓它 更 更 更 沒有那麼 鋸齒狀 再柔順一點 對 就給它打勾 我們給它 這個 選成 FF MPEG Video 然後這裡 有一個預設值 我們把它點開 然後這個要點一下 這個一定要點喔 沒有的話 然後出來的話 會不是MP4 會是 別的東西 對 那設定好你的位置之後呢 這裡30幀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 好 我們就給它Render 然後按Render Animation 那 渲染完呢 你就完成了你的作品 那麼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這個教學 那最後呢 還是不要忘記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我們的這個 Repair 這個遊戲 那IG呢 是 Repair Fund 這樣子 對 有興趣可以去追蹤一下 然後看看我們之後的發展 會是怎麼樣子 對 好 那以上就是這個 今天的這個教學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igkeit Touch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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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